傳說中的425啊 425是什麼概念 我一個英文很好像你這樣的人 你不考閱讀 你都可以完全考贏我 這是不會才要學啊 如果知道叫Black Tea我花錢請你幹嘛 你花錢了你還不知道那叫Black Tea啊 他可能沒有教到吧 信心很重要就是 他會完全決定你想不想 還是要強調一下 許難就是一個不會念書的 聽一次不懂你就聽兩次 聽兩次不懂你就聽三次 因為聽了三次都懂了 聽了三十次才懂那我就會聽三十次 哈囉大家我是潘潘 許難 今天的影片就想說可以來跟大家閒聊一下 然後今天閒聊的主題呢 就是許難 登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的人呢 我們兩個目前都在倫敦工作 然後我是在一間史上衣服品牌 做Customer Research 然後我是在一間建築工程過文公司 就是做Technician 簡單來說就是畫3D的人 我們目前就是已經在倫敦工作家 反正就是已經在倫敦生活四年多了左右 差不多啦 大概大概 就如同這個影片的標題一樣 今天的主角就是 許難要跟大家閒聊 他一路到底怎麼從英文很爛 到現在就是可以在國外生活 然後甚至工作 但因為許難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也不是一個很會念書的人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看一些讀書方法 或是念書技巧的人 機會過吧 左滑 這支影片沒有寫 就是沒有要跟大家教說 就是怎麼樣可以在一分鐘內 背好20個單字 就不是那種很很知識型的影片 就只是純粹讓許難以一個過來人的心路歷程 希望可能對你如果目前正在學英文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幫助 不錯 要追溯到國小時期 其實從小到大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會念書和喜歡念書的人 所以五年級之後就加入了籃球隊 然後一路到了國中 進了金華國中 他也不是體育班也不是體育班 其實我就是一般生 但基本上 不就是去打籃球的啊 練球 我是為了籃球進金華國中沒錯 但我是一般生 我也沒有體育班 我被分配到一般的班 OK 好 對 基本上以前國中桌著都有那個透明店 我的店回來都是對著剩三樣 因為下面全部都是歌科的考卷 我從來都不寫 然後上課也都在睡覺這樣 到了高中之後就是 以體育保生的身分進而成功高中 那有趣的是 提育保生的身分進而成功高中 提育保生的身分進而成功高中 對沒有在念書 基本上每一學期就是 最低分通過 60分就是60分 所以你不是老師同情你 應該就是老師同情你 我都不知道我考試考了什麼 但反正每次 每次都是60分 大學英文 你記得你多少 考多少 大學英文 學測 學測 不會數9之類的 喔 9吧 9還6啊 忘了欸 9跟6差蠻多的欸 對反正說差不多 哈哈哈 OK 反正所以就是 從小到大就是 就是在打籃球的人 然後就是 也沒有什麼在念書 也沒有人會 要求你要 念書 對阿 因為 你以前是不是也覺得就是 英文好不好更重要 對啊 我以前一直覺得 英文不好的人就是 還是活得好好的阿 我進任何產業 我英文不好 我可以待在台灣 我一樣有工作 我一樣拿薪水 沒有什麼不好 沒有一定要學英文 所以就這樣 一路一路一路 哈哈哈 一路一路 一路人生沒有什麼目標的 來到了 二十六歲 哈哈 住宅到二十六歲 遇到了潘潘 那你要不要說說 到底為什麼我會 我會念英文 為什麼需要念英文 為什麼我會需要念英文 對對對 我在認識他之前 就是在英國念研究所 然後那時候念完書 我就回台灣了 在認識他以前 我自己的人生規劃 本來就是 再回來英國 就工作個幾年 我們那時候是在一起 半年吧 半年吧 對 我就抽到英國的 打工籤 我還記得那天 就是我就跟他說 欸 我抽到英國的打工籤了 然後就一陣 一陣沉默 你要記得那天嗎 他那天晚上出來 怎樣 就來我的公司樓下 等我下班 我真的不誇張 我沒有 哈哈哈 我真的不誇張 我真的沒有 下去的時候 他看到我之後 他就開始大哭 我真的還很好 他真的是大哭 他是 好丟臉 他是哭到就是 後來要坐在路邊 錯氣 就是抽搐等等哭 我是微微的 飯類 眼角飯類 他真的就是大哭 也不想分手 然後也覺得遠距離 做我來說其實也不太行 就想說那就 念研究所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這樣 因為就像我說的 因為我很爛 也不可能在這裡找到一份工作 就 以申請研究所為目標 開始努力的念英文這樣 那時候重拾英文 就發現自己英文真的很爛 真的很爛耶 就是他那時候會說什麼 你說紅茶的英文是什麼 我就以為紅茶的英文就是 Rate Tea 他就是紅茶 不然 或者是他會講出 然後他會覺得 然後他會覺得 你說你多英那時候會考多少 傳說中的 425啊 425是什麼概念 如果一個英文很好 像你這樣的人 你不考閱讀 你都可以完全考英文 聽力滿分445 我就是聽力加閱讀 就是只有425 到底是要怎麼去英國念書啊 所以 我每天希望潘潘可以用 英文跟我練習口語30分鐘 但你結果發現30分鐘 我都沒有再說 還有 跟我講到30分鐘 但是講30分鐘就不行 我記得他那個時候 好像是一開始先以 準備多益 pick up 起 因為來英文念書 主要是要考亞思 考亞思 就是真的太困難了 準備多益開始累積 對 因為亞思的level 對我可能太高了 所以我只能先從一些 簡單的單字開始 前前後後大概 認真重新唸了英文 大概為期八個月左右 那前兩三個月 主要都是靠自己唸 然後先看一些 唯一的單字本 後來就是去報名了 就是亞思的補習班 發現自己唸可能沒有辦法 然後潘潘也 沒有辦法幫助我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 專業的技術指導 就開始了 下班之後 希望補習班的生活 又開始 你剛說有補習嗎 有啊 一直都有補習 國中英文是補家教 因為我都要打籃球 高中是去補習班 你家教如果知道紅茶 你以為是Red Tea 他應該會哭吧 他不會啊 他 就是不會才要學啊 如果知道叫Black Tea 我花錢請你幹嘛 你花錢了 你還不知道那叫Black Tea啊 他可能 沒有教到吧 真正要準備出國去研究所 那你才意識到 就是補習的重要性 以及目的 媽咖都很太哭吧 以前水都高 錢都高到水裡面 媽媽不要難過 如前述 許南不是一個很會念書的人 所以不太知道怎麼有效的 安排一個學習計畫 但我有去買一個很大本的日曆 然後在每一格寫下 比如說我這個禮拜要 完成多少進度啊 那個禮拜要完成多少進度啊 然後預計在幾天 例如在幾個月後 考第一次的雅思 試試自己 這陣子的學習成果 怎麼去進步 還是要強調一下 許南就是一個不會念書的 方法就是只有一件事 就是埋頭苦肝 塗法煉綱 聽一次不懂就聽兩次 聽兩次不懂就聽三次 聽兩次不懂就聽三次 聽了三次都懂了 聽了30次才懂 那我就會聽30次 一直狂聽一直狂看 不懂的就是一直看 你不懂你看你會看得出錯眼 好問題耶 當然也不是這樣浪費時間看下去 應該是說我會花比較多時間 去學一件事情 比起會讀書或是聰明的人 因為還有正職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 平常就是下完班之後 就是直接去補習班 然後上班上有時間再回家 週末兩天都是泡在圖書館 差不多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一些唸英文的方法 就讓自己不知道都只有英文 像是聽英文的廣播啊 啊你有聽喔 哈哈哈哈 你不要一直中英 因為自己沒有做的事喔 你有去補習班嗎 有 除了念補習班的教材之外 背單字啊 然後聽廣播啊 聽Podcast 看電影 學著不看中文字幕啊等等 哈哈哈哈 就是有嘗試在這半年這麼做啦 半年就是潘潘提早來英國 所以這半年其實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先留在台灣念英文 對於我來說 那個心境就有點像 憤力 蘑菇都一直背水戰的感覺 就是沒有退路了 當你有了一個最終目標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要往哪個方向走 你就會知道你要幹嘛 我不會覺得那個很累 因為我在朝著我要的目標前進 所以我不會覺得他很累 我只是想要達到我想要的目的 對 對我來說那時候 我的腦子裡想的事情是 我要申請到研究所比較重要 下班去補習 11點才回家 都沒有週末都沒有出去玩 我好像沒有太在意那件事情 他說的很對 就是我覺得 你把你的目標放在遠一點的地方 應該這麼說啊 我覺得把英文學 把一個語言學好這件事情 然後有一個更遠的目標在那裡 然後你只是透過把英文學好這件事情 到達那裡 應該是學英文可以幫助你更快到達你要的地方 或是去達成你要的目的 這個時候學英文 我覺得如果你的目標今天只是單純把 我要把英文學好 你會不知道哪裡是好 因為我覺得把英文學好這件事情 可能太大了很廣 它很像是一個無底洞 但如果你今天把你的目標設在 OK好我想要多一考到900分 你自己有先設定一個目標在那裡的時候 你會比較知道這個過程中 你會知道要怎麼去修正 而且我覺得那個目標要對你自己有好處 雅思要考到氣氛 為了滿足我個人的成就感 就是對我來說 那有些人來說成就感很多 我可能是不是那種人 你的那個目標是 你做完那件事情之後 你自己會benefit到的 然後那個benefit不是只是 喔我英文變好了 做完那件事情 你可以得到的好處是很是大的 對是大的是廣的 而且你之後可能 可以得到更多東西 所以那時候英文真的很不好的時候 我那時候設定目標只有說 我希望可以申請上研究所而已 我甚至沒有 欸這個真的蠻 這個目標蠻大的啊 對但是我自己設定目標 我會去思考我要達到這件事情 我必須滿足幾個條件 所以我來幫你做一下 你這樣要講的是 就是你自己設了一個目標之後 你就是可以往回推 再自己幫自己多設一個中繼站吧 我覺得有點像是跑馬拉松的概念 你不可能一次跑 你中間都不休息 都不check給自己一些信心 直接跑到終點 我覺得這根本很少人可以做得到 但我覺得你自己知道說 OK好我的目標在這裡 然後你在這裡 然後你中間就是多設幾個中繼站 比如說去考模擬考啊 OK我第一次想要模擬考考 多一六百分 第二次想要模擬考考 七百分 選英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你一路上你要一直給自己信心 對信心很重要 信心很重要就是 它會完全決定你想不想去做這個現實 我覺得在我 在我來英國之後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當你生活在周遭都只有 英文這個語言的時候 你會不得不被逼著去學習 去使用這個語言嘛 對 口說這部分我覺得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申請英國研究所的時候 口說其實也是我蠻弱的一環 完全就是取決於 有沒有很常在使用這個語言 有沒有常在使用這個語言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敢不敢說 第二點比第一點還要更重要 台灣人其實英文普遍都還不錯 說這件事情一直都是 大家可能會比較 struggle 的一個部分 我自己的經驗 加上許楠的經驗啦 就是你一定要敢說 因為那時候就是分三個學期 最後一個學期就是只有論文 空前的時間蠻多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去一個咖啡廳打工 我覺得去了咖啡廳打工之後 我的口說就是變得更好 可能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就是你會站在跳 你會跟客人介紹你們的東西啊 跟客人聊天 就是會讓你變得更敢說 對阿 所以我剛才說住 我覺得你第一個是 你要先不怕 你可能你那個時候可能每天簡單講的英文 也就是很簡單的句子而已 對但是久而久之之後 你就會習慣用這個語言去跟人家溝通 你就不會覺得緊張害怕 就是很簡單的 就像平常在說中文那樣 自然而然的講 使用這個語言跟別人溝通 其實應該現在台灣也有很多資源啦 比如說去語言交換 因為我覺得台灣應該網路上面也有蠻多句 叫外國人講中文 他教你講英文 但也不是說教啦 就是你去找一個可以讓你有機會去說英文 滑聽的 你不要這樣子 網路這麼發達的情況下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然後你一定不要怕說錯過 英文或是任何語言 它最終的目的都只是為了溝通 要你說的東西別人聽得懂 那它就達到它的目的了 可以用很簡單的句子去表達你想要的東西 讓別人懂了 那也是一個自信性提升的過程吧 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 也不是tips吧 就是一個小小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我覺得你要開始 英文說得了流這件事情 你一定一定要想辦法不要在腦中 你在講英文的同時 你腦中不要想著中文 你的大腦 你同時你要讓它處理中文跟英文一定會很好時 久了你就會覺得說得慢 不想說了 我覺得那是一個會讓你感受到很顯著進步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吧 我覺得那很像是一個分水裡 我覺得應該就是習慣問題啊 當你習慣用這個語言之後 你就自然而難而會去使用英文 嗯 這個我稍微補充一下 後來我申請了八間研究所 然後拿到了四間offer 包含 Witsminster Liverport South Bank 還有Sheffield 然後都是跟建築相關的科系 今天跟大家閒聊了這麼多 我們好像都在亂聊欸 沒有就是告訴大家一些語言 但我覺得啦 我偶爾在看比如說有些YouTube影片啊 可能有有些女生就是講英文講得非常流利 她們可能有那個機會就是可能從小大家爸媽就是送出國念書啊 或者是從小就是送去全英文學校 我覺得那些例子可能都是比較極端 所以舉男跟大家閒聊一下她自己的心屋歷程 也希望就是有MOOFAY到大家 就是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就是激勵一些英文也不好的人 不要擔心我都可以做到這樣 這是什麼 這是變什麼 雞湯節目 總而言之主要這支影片的目的是 告訴那些可能和我一樣從小就不太喜歡念書或是不會念書 然後英文也很不好的人就是千萬不要放棄這樣 因為用我都做得到了所以你應該也可以 Action 大家好我是彭坦 等一下 重來 重來重來重來 為我鏡頭恐慌症 再一次 嘿嘿 嘿嘿嘿